战役 战役 文字幕臨 《白玉兰》 白玉兰让我谢谢你 送她的丝经 白玉兰也让我谢谢你 在关键时刻 带人去市政府 帮忙解围 你真的是白玉兰 你真的是白玉兰 你现在知道我是白玉兰了 但你也应该知道 白玉兰是做什么的吧 当然 杀掉汉奸 为民除害 那如果他要杀的人里面 有你的亲人呢 我的亲人 你要杀我二叔 她是一个罕奸 但她是我二叔 杀月我不想骗你 她就是一个罕奸 今天来我家的不是白玉兰 只是唱戏的夫子白 以后我再也不提白玉兰了 好吗 对不起 杀月 我不能答应你 你二叔 一直在为日本人做事 但是她活不了多久了 因为我终究 会去杀了她 傅子白 你知道吗 从前 我多么希望你是白玉兰 可是现在 我再也不要见她了 再也不要 再也不要 请订阅 我再也不要 我不是你 为什么你是白云兰 兄弟 对不起 你如今 张康来了找拍张吧 对啊找得有点事 怎么是你一个擦车 我那个看车脏了 我就给擦擦 你别告诉排长 为什么 你偷开他车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别跟排长说 张冯 老公好 其实怎么了 怎么都那么客气啊 我们排长啊 真是深藏不露 那想法太准了 老鼠丸把昨天晚饭都输没了 是啊 你小子怎么胡说呢 明明是排长 好吃的都输没了 我看是赢没了吧 不过你还要多输几次 好 赶上赶上伙事 赶上伙事好 赵王 我带你找排长去 行 来 下 排长 出发委员来了 走 走吧 你们俩聊 走 走 走 一天都在忙仓库的事 还没来得及收拾 走 请坐 我给你倒点水 不用了 我来找你 是来说正确的 昨天在有十业社门口 死了一个日本僧人 今天 召售也死了 尸体就摆在十业社对面的 日本工厂门口 上面还放了一个白玉蓝标志 白玉兰 高小军 传道小姐 安排得怎么样 如你所说 我也就派尊武去通知日桥 准备一下离开上海 其他地方的日桥 也已经到上海了 他们都在路上 今天的上海 将会是一片混乱 这肯定是个阴谋 现在陈锋已经得到了通知 要加强巡弱 加强治安 但是日本人现在逼得很紧 我得去帮帮他 你好想不清楚 有什么事 故事很久 走 双小仔 我出去的 你们全力在这待命 这次是共同事 我生死了 我是怎么办 我可以帮你 我生死了 我快乐 我早就去帮你 我今天帮你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真的要不要 我也是 我怎么办 参赞 几宫派一句的走发呟 几宫派一句的走发呟 怎么了这是 爸 叔叔他是汉奸吗 应该不是吧 那如果是呢 如果真是 那自然会有人处置他 处置他的人 是白玉兰吗 白玉兰就是傅子白 你怎么知道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他说他终究会杀了叔叔 但愿 这件事情没有想得那么坏 报告 报告 请 团长 公共场所发生日本集会 那不是巡捕房的事吗 巡捕房打来电话请求增援 那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都这么说 这阵子 水 它是 它是 好 不 不 不 注意 不 有什么 tv 你们怎么来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整个上海已经乱成一国洲了 那边日桥已经开始游行 真让人头疼啊 我们跟你一起去啊 你们去 你们俩是十九路军的人 这会儿出现 恐怕会引起没必要的惨悦 我们十九路军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城市而来的 走 出发 以后到我为座洞里喊哉 以后开过后 走阿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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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到我为座洞里喊哉 这种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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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人还小吗 就是这种人说吗 阿修 江西 开开 开开 口 tähän 抽 来 干 开 人家 festa 林ppen 啥招致 我军队 jedape 我们aining血核赏 我来 确 like これで我再回事 不许当事 站住 站住 别动 别动 走 爸 爸 爸 你们吓死我了 太恐怖了 爸 爸 你们人上天有血 你们全打结完了 全是血 全是血 爸爸 爸爸 我们中国学校游戏 我们还没有救过 你别怕 有爸爸在 爸在这呢 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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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别怕 闺女 现在我也没乱 咱们以后啊 就少出去 不怕 走 我 我怕 是 请委屋放进 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再拖一拖吧 看看南京方面有什么反馈 可是市长 我看 这件事情呢 首先还是 喂 吴兄啊 我刚刚 跟伟座通了电话 伟座 虽然人在习口 但对上海发生的事情 却是了如智掌啊 那 他的意思呢 伟座呀 也非常生气 但是他现在不在南京 所以啊 对日前 日僧事件 日本人提出的无理要求 先不理睬 但是今天 日侨暴动 还希望 还希望吴兄出面 积极地交涉啊 如果 日军 有不轨行为 我们可以 武装自卑 好好好 伟座 正是心若宁静啊 吴兄啊 但我个人认为 还是尽量地避免 和日本人 产生冲突啊 你呢 好的 我知道了 陈秘书长 虚客虚客啊 高桥先生 我们就不用客套了 我仅代表上海市政府 对于今天发生的打杂事件 向你提出严重的抗议 陈秘书长 这件事情 您严重了 我们只是立行机会而已 日乔 冤在一国他乡 年冠降至 难免会有死乡之情吗 我们 对于最近日方发生的摩擦事件 也是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 就是为了让日乔 在上海生活的安心 但是今天发生的这件事 让整个上海人心惶惶 是否可以保证 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我们与上海政府一向欣赏 而且 今天的游行 也完全是合情合法的 不 必须要严惩凶手 并保证一切交涉 好吧 陈秘书长 在今天的游行当中 的确有侨民的行为 有不当之处 我们 也表示你好 我们会加强对侨民的教育 有时 也会进一步加强 这里的治安 那就告辞了 请 你自从到了金主以后 话比以前少多了 我学着把东西都放在心里了 没有什么想说的 现在可以说呀 你小心 那要看你说什么 那要看你说什么 我现在还不太想说 那等你想说 我想说的时候 我不一定想说吗 说吗 那就看颜色了 废 参长小姐 谁没有想到 他们会动起手来 我说的是你 刚才的谈话我都已经听见了 高乔主 你应该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我以截战谈判 加强失败了 可今天 中国人的态度也很强硬 中国人什么时候强硬过 不是 怕出什么事情 今天大脚海象已经在内阁会议上 对整件事情做了汇报 东京方面已经决定 立刻采取合适手段 高乔主 你怕什么 姐 太可怕了 日本人他们是故意制造事端的 对啊 但今天闹事的日本人已经被抓了 姐 那我们游行的同学会不会也会被抓呀 所以说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没受到那么冲动 来来来来 什么热吃啊 你喝 水铺蛋啊 这好热 爸 你今天大半夜怎么想着做铺铺蛋呀 没事好久没吃了 妈你都不知道 我在南京的时候多想吃能做的水铺蛋 护萍嫩的不能太甜 护连的都要放三条根的汤 护萍的得嫩一点 护连的就不能太嫩了 吃嫩的地的裙子上到处都是 所以要做的老一点 你都记得 当然记得 等到你们出嫁的时候 我都把他们写下来 放在嫁妆里 擦身上 擦身上 三条根他们堵不住你的嘴是吧 爸 坐下 没事 你们吃 你们吃 怎么呢 没事 没什么事 对啊 爸 你有事就跟我们说呀 你这样我们怎么吃 是有个事 趁现在 护博和苏银海没来 我想征求一下你们两个意见 征求我们的意见 您说 你们现在 都长大了 我们那样的 是 也不有的是 当然 我们去涅飞的 这个表达 无论是 我们在这儿 我跟她一样 我认为二眼 也不可以 我认为一遍 将来他也是一个人 也是连那说话的人也没人 爸爸不一样的 人家秀怡和紫白哥又没有分家 将来以后紫白哥娶了老婆 生了孩子 人家那是儿孙满堂 其乐融融 行了 我将来我在天津里 我喊半天 没有一个人会来答应我 你们也不要回来看我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们跟别人儿孙满堂好了 有吧 不然跟你开玩笑了呢 怎么真急了呢 爸 我知道 我一出生呢 妈妈就去世了 一直 都是秀怡在照顾我 在整个弄堂里 只有她对我最好了 当然了 谢谢爸爸也是最好的 你一个人 秀怡也是一个人 也要是变成两个人 挺好的 你跟我说说话 我给你做做饭 以后要是我们不在身边 放心 就是呀 以后呢 我就管紫白哥 九角哥 看以后谁敢欺负我 你们真的不反对 我把秀怡取进来啊 反对什么呀 我举双手战胜 我 我 我双手双脚战胜 好 好 快点 我从他 没跟你们白做了 我把秀怡取秀怡进门了 爸 爸要取秀怡进门了 你看看啊 还是没屏住吧 秀怡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说错了 那都没有 这人来人往的弄堂里 嫌严虽已经够多的了 这下可好了啊 弄进家里来了 那怎么能弄进来 那好歹也就 娶进来 哎 我告诉你啊 那个圆命很硬啊 身边的男人 都要刻死掉的 行了行了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那我看紫白哥挺好的呀 你看人家秀怡一生的儿子 我觉得蛮好的 要你紫白哥好呀 那你就等着看吧 哎呀 了 glaze 山大谷 你怎么可能 ое 噢 zij 走 communities 我们对他 投资 我们在一起 σε 加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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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好端端的 走这么快干吗 你爸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年龄那么大接什么婚啊 他是发婚吧 我爸 接个婚 我爸去世这么多年了 没什么不好 好啊 哎 那邻居 亲眼随意怎么说的 你听到没有啊 我们洋装铺的生意 要不要做了 这跟个生意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啊 我们的户科都是什么样的人 那都是社会上有层次的人 让人家知道了 我的脸往哪放啊 再说了 你爸爸妈 年龄一大把了还要想女人啊 丢死人了 真的是不要脸 苏妍 你可以说我啊 不许说我爸 哎呀 周虎哥 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你敢跟我顶嘴了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你爸就是不要脸 就是不要脸 我告诉你 从你进门那天 你就看不上我爸 看不上我妹 包括看不上我 你爸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看不上我是吧 好呀 兔子散了 家也散了吧 都不干了 我 高小先生来了 请 请坐 我想啊 昨天我的秘书长 应该把话跟你讲得很明白了 三点意见 第一 缉拿凶犯 第二 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第三 我国保留 交涉 胡市长 我们一向有好往来 何必如此严肃呢 不是我严肃 是你们日桥 在市区里面肆无忌惮地闹市 作为政府 我不能坐视不管了 哈哈哈哈 好好 市长说得好 政府当然不能 坐视不管 那么请问 前日 山王僧人的事 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个 胡市长 其实 昨天的事 我们也深表遗憾 我们也愿意尽全力 拘拿凶手 严惩不得 可是 胡市长 你是否也会做出一个承诺 把伤害僧人的凶手抓住呢 高桥先生 不是都跟你已经讲过了吗 杀害日本僧人的凶手已经死亡了 多名当事人也都已经证实了此事 你怎么还在纠缠这件事情啊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僧人被殴打 凶手死亡 尸体摆放在日本沙场的门口 市长先生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 是有人故意维持吗 一头再 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感情 凶手死亡 事情就算了 难道贵国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吗 哼 高桥先生 我也要告诉你 我们昨日 已经把日本暴徒七名罪犯也逮捕了 按照我国的法律 寻衅滋事者也是要判处刑罚的 今天正好你高桥先生来到这儿了 那我们就不妨讨论讨论 这七名日本暴徒该怎么处理啊 胡市长 既然你们抓到了闹市中 当然应该交给武方 由武方押送长袭 接受审议 树兰从命 吴市长 实不相瞒 我们现在有六艘军舰在海上 不出三个小时 就可以抵达上海了 其实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 第一 吴市长就此事进行公开道歉 第二 严惩凶手 第三 做出相应的赔偿 第四 取缔和解散在上海 以抗日救国会为主的 一切反日团体和组织 胡市长 这些条件 你需要好好琢磨住 嗯 准备 准备 练乱 解决 误误 啊 看 是 解决 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将军都在啊 工部局把凶手给放了 把人给放了 我也很难理解 现在事态这么严峻 吴市长怎么敢把人给放了 肯定是因为僧人的事 凶手虽然是找到了 但日本人肯定不愿意让这件事这么快过去 他们这是存心在调查 我觉得这件事如果不是白予兰做的 那一定是日本人他们自己干的 不过是白予兰 我在警署的时候 主要就是负责白予兰 他所杀的每一个人都是汉奸 对啊 白予兰跟工人纠杀都有无冤 为什么要把工人杀了 其僧人处递 你们说得有道理 随着这次日桥大游行 僧人的事情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不过面对这么严峻的形势 南京方面恐怕要妥协啊 一场处心积虑的血案 一场肮脏背后的阴谋 在1932年的上海街头发酵着 酝酿着 蔓延着 蒙在湖里的在户日桥一片哗然 在阴谋者的煽动下 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示威 日方借此向上海市政府施压 冠冕堂皇地打着保护日桥的旗号 要求增开再护驻军 同时 日本第一外舰舰队司令官 严则姓一的军舰 已经准备 平靠在黄浦江的码头上 现在上海的情况 大家有目的 非在呆心 日军不断地制造时段 不只是为了调性 更重要 是要炮制开战的借口 日僧事件 就是他们背后搞的一个阴谋 如果一味的回避 不做准备 开启战篮 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文白 照你这么说 是不是有些危言索听呢 日僧事件 现在不是已经很明确了 是上海的一些 不法的工人分子闹事造成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 现在上海的社会治安是优务 记住来 这方面 你要多多的关注 部长 我虽然人在南京啊 时刻星系上海 不过 现在整个上海 都是十九部军 在负责防止 再说 有蔡强两位将军 亲自作证 插手 不太合适吧 正因为有十九部军驻扎上海 这日军 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放肆 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让他们看清楚 这到底是谁的天下 东北 要不是十九部军之前 跟日军摩擦不断 我看呢 双方还是很友好 我相信 国联对此事 也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国联 现在的东北 已经成了日本人的采矿场 这国联调查来调查去 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答复 以和外规 避免冲突 这是委员长的指示 我等 还是以党国的大族为动 科部长 您的指示 你们都知道 上海是我们交通 经济 外交的重要数目 所以 不可以再收拾 你 马上安排一下 命令 第六姓名团 和十九路军 五日之内 进行换口 是 公长 老门长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让十九路军离开 是不合适的 相反 应该给他们拨一批军火 你也知道 现在上海 暴乱不断 让十九路军换防 也是给日本人吃个进行饭 让他们早点消停消停 这上海如果没有军队 没有军火 一旦开战 我们该怎么应付 张将军 知道你是九竞杀场的老兵 对战场十分热爱 你放心 一旦开战 一定让你率兵前往 你看怎么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 记住人 话说的过分了 买啊 不过 纪格说的 也是实施 这是军政部 集体讨论严重的结果 国将不果 国将不果 各位 刚刚接到政府的命令 要求我们和宪兵第六团换防 要求我们撤到南墙 重新布防 大家怎么看 此时此刻 上海势如雷乱 黄埔江上又开来五艘日监 战争一触几发 此时此刻 我们怎么能够撤离上海呢 是 不知道张将军那边怎么说 一旦打起张来 是不是会给我们支援 张将军主张 积极应对日军挑衅 可是 我们弹药不服 那日本要侵犯上海 我们怎么能拱手向让吧 弹药问题 我想张将军自有解决的办法 国军将士守卫加国 当严密备战 以敬军人之天职 如果日本军队胆敢进反 火军出地 可不 务必解决之 是 是 吴市长 请问政府对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 大战如何回应 副市长 您那十九陆军换房也是怎么看 各位记者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 长期以来 为了稳定上海市 将以和平应对 避免冲突 为主要方针 所以这次十九陆军的换房 我们也是继续这点考虑的 这不是 你跟日本的孩子们喜欢 那吴市长 如果日本不够一切至于骚扰 我们将如何应付呢 好 安静安静 大家请放心 关于这点呢 中央政府早有命令 如果有人敢于侵犯领土内地 那我们断然采取正当防卫 吴市长 如果十九陆军撤走了 那么谁来保护上海市民呢 对不对 对啊 今天不错 刚才我已经说了 中央政府有命令 我们上海市政府呢 也是有措施的 所以我希望啊 通过你们这些记者 向上海市民转告 只要我们市政府在 上海市民 会有安全保障的 啊 我还有很多事情 那我们断市长 哎 哎 好 给大家 好 各位记者啊 请先回去 我改天在另外一段时间 给大家采访 好 目前回报 回报 回报 大家先回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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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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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